为了要打击抢票黄牛 文创法在今年的6月份修法正式生效 日前警方也查获了台湾首宗的AI抢票黄牛案 这名主贤自己就是一名台大资工所毕业的高材生 曾经担任科技业的工程师 他以自身的专业撰写了AI自动化抢票程式 只要短短的4秒钟就可以快速的抢票 并且以一张票1000到3000元的代购费 在网路上贩卖牟利 短短3个月银额就高达了200多万 台上偶像金歌热舞台下粉丝热情呐喊 想看一场演唱会门票可不是有钱就买得到 抢票要比速度但对手却是黄牛 日前警方就查获台湾首宗AI抢票黄牛案 警方走上门这就是嫌犯的抢票工作室 原来这名周姓男子台大资工所毕业 曾在科技业担任工程师 虽然年薪超过160万但他却不满足 反而利用自身专业知识撰写AI自动化程式 以一张门票1000到3000元的代购费 在网路上接订单买门票来牟利 当抢票黄牛时间长达5年 而今年6月到8月 他营业额就高达200多万元 供获利超过27万 一般粉丝买票进入官方网站除了要点选门票数量以座位之外 还要回答相关问题与验证 过程需要3到5分钟才能完成 若网速差一点就可能抢不到 但周姓嫌犯就是先把购票流程写入程式 再透过AI人工智慧快速回答问题处理验证 短短4秒就能够抢到票 本来电脑程式抢票没有法律问题 但在文创法经的6月收法深授 只要以不正当方式或以程式购票都得吃上刑则 最重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周姓嫌犯也成为收法后首次查获的被告 要交出不法获利也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得终于报道